好,那我們就很快就重溫一下題目,0.1 denote gx as the slope of fx from 0-6 the graph gx is denote below, find the following 第1個就是g2.5 那我們對應那個graph,當x是2.5的時候 它的y就會是1,所以g0.5就是1 第2個,f3 那我們就看下3的這個位置 這樣其實g3 就為了1.5,那其實呢 意思呢,也就是代表 the slope of f3 是1.5 但實際上f3的value在什麼呢 其實是不知道的 也都在graph那裡是不會說的 所以scape就是slope和value 就是幾不同的,value是看它的y coordinate 而通常是在那邊的y coordinate 而slope就是第二回事 這樣就不要搞錯了 好了 那the slope of fx is 2.75 那2.75就是這個1.25 好了 那我們可以看回就是g2.75呢 就會是這個1.25 所以其實呢 the slope of fx of f2.75呢 或者the slope of fx at x等於2.75呢 其實就應該是等於這個gx g2.75了 所以這塊就會是1.25了 好 那the slope of gx at x等於2.5呢 那其實就是看回 這條線呢 其實就是y的gx 所以應該這個位的slope就會是個答案 那這個位呢 那這個位呢 嗯 我們看回 因為這個scale是一樣的 即是它每 在這裡移動了0.5 就上升了0.5 那所以這個y 1-y2 1-x 1-x 應該是0.5 所以這個整個是1 那就好 啊 小心點 這樣啦 好了 the values of x such that f-x 是等於2 那同樣地 他給了我們這個gx 其實就只知道這個 slope of fx 但是我們只知道slope of fx 是未足以知道究竟fx的value 所以這個又會是anone 好 那之後gx的2.5 我們就要畫一條線 這樣呢 就這條是2.5 那我們就有兩點 這樣就在這個4.5和6 即是x就是4.5 我x就是6 好了 the minimum value of x 大過the slope of fx 好 那我們就說過the slope of fx 就是gx 那我們就看看 一開始呢 嗯 這裡的slope就會是0 slope of gx就是0 那gx就是2 不可能 之後這個位呢 slope就會是負數 那更加不可能大過 那要是整條gx都是正數 那來到這個位呢 slope of gx呢 就會是1 那就應該 slope of gx就是1 這樣 嗯 gx這個位呢 就 就 嗯 看一下先 這個位就有少少少牽強 啊 不 這個位應該有少少牽強的 這樣就 都可以這樣說的 那我們會 可以說是x是等於這個2.5的時候 那slope of gx 啊不 因為sorry 原來的題目是說 exactly是大過 那在exactly是2.5的時候 就應該那個slope of gx呢 就會是1 然後那個slope of fx 就是gx呢 也應該是1 那但是就等於就未大於 那我們就繼續看 嗯 好 那來到這裡就0 那就不用看 來到這裡的時候呢 那個slope of gx呢 應該是2 那但是回來他的gx呢 只是會去到這個1.5而已 那所以這裡呢 來到這個x0.4的時候呢 應該呢 這個gx呢 也就是這個slope of fx呢 也就是這個slope of fx呢 也就是這個slope of fx呢 其實就會是等於這個g4 也就是1.5了 那但是這個slope of gx呢 就會是2了 那這樣呢 就應該會是第一次的slope of gx 大概是slope of fx了 那所以這個就這樣呢 那所以這裡就會是 所以這個答案應該是x0.4了 那一題長相地就 功能的概念應該在這裡上升了 如果不太熟悉的話 這題已經做了幾次了 0.1就說到這裡了